玉里镇安通野溪温泉近来饱受争议 尤其是维护管理的问题 透过月初开会以及这天会刊 镇长表示 目前规划是透过安通部落来主张传统领域 将委由部落组织管理委员会进行维护管理 未来协助部落向原民会争取相关的温泉计划 玉里镇安通野溪温泉近日饱受争议 尤其是维护管养问题 透过月初开会以及这天会刊镇长表示 目前规划是透过安通部落来主张传统领域 将委由部落组织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维护 未来协助部落向原民会争取相关的温泉计划 希望由部落因为这个野溪的很多土地 是在传统领域上面 那么未来的申请要申请水钱 或者土地的这个拨用 对于传统领域在地的原住民部落 他的申请是比较容易会过关 而且比较不会触罚 安通部落乐观集成 头目以及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说 要成立安通协会把温泉所有的章程法规 承报给政公所让大家能够享受到安通泡脚的乐趣 主要是我们这边的管理委员都同意了说 能够去管理那些泡脚纸 而且还要找一些人 他们在整理消毒啊 比较干净啊 比较干净啊 所以到时候会收费吗 应该会收费啦 要不然那些清洁的员工怎么办 我要去申请 那次扩大埃及优延这种 对对对还是要啊 今后呢现在开始 我们要成立我们安通实质的安通部落协会 把温泉所有的章程法规 然后好好的写承报给政公所 让政公所来协助我们 让大家享受到 这个安通泡脚的乐趣 也不会才有争议 安通也吸一泡脚池 在日治时期就存在 民国八十多年时 公所为了方便民众并且免费泡汤 在河川福腹地特别建置泡脚池 但是民国九十年温泉法定定之后 都没有合法申请水权 如今缺水县补要求依法办理 而安通部落希望能够自主管理 公所以及与会的县议员 都表示尊重部落的声音 唯有部落自主经营管理 温泉泡脚池才有升级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